咦 谁呀 你谁呀 我谁呀 我是你哥啊 你记不得我了吗 什么我哥 我没哥呀 我是你亲哥 你别进来啊 不是不是 你你你你知不知道你是小时候被爸妈抛弃的呀 然后被别人养 讲句养啊 我知道啊 你知道吗 对啊 你的养父养母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啊 说了呀 对啊 就是我 我就是你的亲生的哥哥啊 亲哥啊 你找我干什么呀 你你你干什么用这个语气跟我说 我是你亲哥知道吧 我来找你啊 你找我干嘛 你说啊 你来找我亲妹啊 你你你恨我们爸妈 你不能恨我呀 是吧 妹 原来你家在这里啊 你家挺有钱的嘛 啊 有事快说 那那我我来找你呢 就是跟你商量点事情 就是你看 现在咱爸妈呀 啊 生病啊 动不了了 现在需要钱去医院 然后你呢 作为他们的亲生女啊 是吧 来来来跟你要点钱 我没有钱啊 你看你家那么 环境那么好 是吧 你看 贷款买的 那你都有贷款买这个钱 那你再贷款 来给爸妈 治疗一下吧 那你怎么不贷款啊 治不了就把它丢了呀 把它丢了 像我小时候一样啊 你你你 你不要这么记仇嘛 对吧 妹啊 爸妈呢 是觉得小时候啊 啊 两个小孩养不了 就只能养得了我 所以呢 那怎么不丢你啊啊 你还是大哥呢 丢的也是丢大的呀 他们就是重男轻女 不是 因为你是女孩嘛 而且你比我小呢 就直接丢 你还不去世嘛 那之后我都比你大了 我都去世了 所以呢 他们就不敢丢我了呀 那现在找我干什么呀 丢了就直接丢了呗 就不要找我了呗 找你要点钱就给爸妈 治疗啊 那吃不了就抛弃呗 自生自灭吧啊 你也一样 你不能这么狠心嘛 对吧 他们当初都知道错了 一直在家里面念念叨叨的 对不起你 一直说对不起你的 是念我的钱 他在念什么啊 就是对不起你 就这样子的啊 他当初把你抛弃 那是他们很 很愧疚 知道吧 我也好愧疚啊 我没有钱给他们治病啊 你不要再说没钱了 我看你这个就很有钱了 我还有房贷呢 我们家在农村 都没有这样子的房子 你我来你家 你也不请我进去做一下 我是你亲哥啊 妹啊 我跟你又不是仇人 哎呀 我一看到你 我就想想到我被抛弃的事情 我就伤心了 我现在都不想看到你 爸妈他也很对不起你的 是吧 他们把你抛弃 然后 啊 让别人捡去养 他们也是很心痛的 就像 割下自己一块肉丢掉一样的 对不起的事情都做了 啊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不用说啊 也没有对不起我 你就当我死了吧 走吧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他们 你跟我说 妹 我就不会原谅 你要他们怎么做 你就原谅我去转告他们 怎么做我都不会原谅 你们就当我死了吧 啊 为什么不能原谅 是爸妈给你生命啊 你要知道啊 我他们给我生命啊 我都不想要这个生命啊 当初他们要是 直接不生我 我还得感谢他们啊 啊 生我又把我丢了 这是什么嘛 那后面你又遇到了一个好人家把你领养 是吧 你觉得 就应该爸妈给你这个生命 然后 爸妈把你抛弃 才能让你遇到好人家啊 应该这样子啊 要是没有遇到呢 那我也死了呀 那你们就直接当我死了就好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很愧疚啊 那个内心 每天都很心痛 每天都很心痛 现在呀 想 一想到你 他们就 病就加重了 知道吧 我一想到他们我也痛了 痛死了 啊 为什么要生我呀 一想到你就 病加重了 你就 啊 给一点钱 然后 让他们去治病啊 告我一个 告我一个人 我没办法啊 没办法 就直接不要管了呗 啊 怎么能不管 你看我这个人这么孝顺 你要学学我嘛 你去贷款吧 你那么孝顺 你去贷款啊 走吧 走吧 不要不要 妹妹 我没有钱 你们当我死了就好了 我求你了 我已经死了 我小的时候我就死了 你没死 你看你这么这么大的一个人 是吧 你放手 你看你长得都很像我呀 我觉得 我像你 对呀 我也不希望我像你呀 你有我们家的这个鸡呢 是吧 还有我们家的血脉呀 你就 看在这点的份上又帮帮我们嘛 我自己都过得不好 我怎么帮你们啊 你 你这个还过得不好吗 你看你家 不要进去 我现在 让我进去一下 不要堆嘛 我 我不要堆我 我现在你 我都不想看到 我一看到你 我伤心 啊 你不要提他们了 我更伤心啊 赶紧走吧 没有 你不能这么狠心吗 我是你亲哥啊 你怎么说我狠心呢 你怎么不说他们狠心呢 你就让我去你家看你家嘛 妹 我看一下你家 我家不好看的 妹 你不要推我啊 妹 我看一下你家嘛 我家不好看 赶紧走啦 不要来找我了 这么豪华的房子 我要知道是你 我都不开门啊 这么豪华的房子 妹 不要来找我了 当我死了